表達我自己的心裡的感受 這是一個人的權利 今天這樣做這樣都可以的 我也試過有些留言是真的恐嚇的 不過這套UFO就是我們的夢想 但是現在的社會都是 其實我從小到大 幾歲開始已經喜歡外星人 因為它有一個很熱的外星人圖案 就是那些大頭那一種 然後一路長大的時候就很沉迷這些東西 我相信有的 有不同形狀 有些是我們看到飛碟 有些是雪卡形 有些是回歷錶 沒有最荒謬 只有更荒謬 不過這套UFO就是我們的夢想 但是現在的社會都在 我記得我第一次做這件事的時候 第一次有些敏感的話出現 我是沒有想任何東西的 表達我自己的心裡的感受 這是一個人的權利 所以我當初是這樣一路說 但當然之後會收到很多關心我的電話 就說其實你都需要知道自己是一個公眾人物 那我也嘗試 那算吧 不要看那麼多 不要貼那麼多的東西 那我擺了一個社交媒體 擺在做什麼 就是想說的又不說的 那我也思考過覺得很矛盾 但是我的立場就是 我看多一些東西 我覺得應該 咦不是這樣 我想跟別人聊天 譬如你是like了我的 我跟你聊天而已 那今天這樣做 這樣都可以嗎 他們我只要跟你說 那我覺得這個基本的一件事 一定要做 我最初很在意 我以前很害怕被人留言 是一些負面的留言 我很害怕 我很在意所有人怎麼看我 但是這幾個月開始有些留意 就是哇 真是鬧 那我又立即回覆 覆完它之後 那到我又欺負我欺臉 然後我老婆的時候 一開門又跟人吵架 我不是的 我已經沒有爭辯了 那我現在就覺得 每個人都有不同的意見 他就算是罵你也好 怎樣都好 都是他一個意見 你不適合看的 就刪除了它 就是這樣 我也試過有些留言 或者怎樣 是真是恐嚇的 那我記得那次之後 我就立即和我老婆 和家人說 其實原來有這種情況 所以大家會知道 都要留意一下 因為是家人 或者你是我老婆 那你做生意 你所有事都要小心 那我不想影響到你 那我亦都去衡量過 那我接下來的 譬如一些說話 是不是 某方面要圓滑一些 就是 不要對著 過硬碰 因為我在明 別人在暗 我是不是應該用我本身的崗位去表達一些我想說的東西 我的專長去表達 因為我自己寫的歌詞 我不知道別人會有什麼感受 但我也覺得這件事是一件好事 其實是啟發的 所以我覺得有時候用音樂去表達 還有現在全部都是自己做的 要計算得很清楚 那些預算 因為 你知道工作上 實實在在是有影響的 譬如以前我試過一個月拍出 廣告 我會開心的 現在一個月 咦?上個月有沒有拍過呢? 留一路斟酌在這些事 我不會開心 我不要再想我損失的東西 幾個月什麼都想過了 如果再想損失的東西 就會繼續損失 我要想怎樣扭轉一下自己 那些東西沒有了 我應該要做什麼呢 可以找回來 就是這樣